李宗盛議員 臺灣 並且減少有可能因為五歲臺灣和中國來三星的衝突 這就是一個幸福的表現 所以推薦到護照改名有四個好處 四個原因 第一 它的必要性 因為現在全臺灣在揮霧我們的公共衛生 風雨的效果 起到全世界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國名 因為我們的護照 甚至因為我們平常時期在使用一些國營的需要 五歲 我們是中國 不是臺灣 所以在基地上海關那麼好 他們有可能相對比較有經驗 但是在一些普通市場飯店 民間的企業 他們雄圓的五歲 我們是中國人 剛才也說到有可能會使用這個技術的效果 所以要跟全世界 全世界臺灣跟中國不一樣 這是我們提出這個功課案的一個原因 第二 它改名的必要性 它正確後世界對中國的台度改變 主要和對臺灣跟中國的政策有可能來做到的分析 中國共和發生 選團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臺灣必須要有一個台度 我們允許跟世界說我們臺灣跟中國不一樣 第三 在法律上 國名的表現由我們臺灣人自己決定 沒有規制到憲法的變形 可以有過多的選擇 所以我們這次的功課案 是希望說除了有新的一個臺灣的護照 如果可以保留過去這個Republic of China 看好臺灣的方式 讓人民自由選擇 他比較介意的 比較臨動的那個護照 就是 護照是國民越有的賓情 國民不希望向動作來來自於China 所以在這個很多民調 尤其到最近 香港 今年二月底的時候 有百分之八十三點里的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也就是中國人的幾乎百分之六點七 現在臺灣主流民意 有超過八十的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所以就要拿China的護照 才有辦法出國 很明顯這是和臺灣的民意來討論的 所以代議政治 就是要反映到國民的意志 我們的政府也應該要想辦法 來照顧國民的訴求 提出護照的方便改名 也就是揮引到民意的期待 我們提出的版本也保留短信 民眾可以選擇 你要使用新版的這些古版的護照 相信可以照顧到 大家人的訴求 蔡英文總統 說沒有人需要為到 他的林董 度限 我們的認為是 在Republic of China 這幾個月上面 等級以來 有人關心China 有人關心Republic 有人關心這三個里 現在是一個時候 我們開始關心臺灣了 感謝 謝謝 繼續請提案 就會 報告 賣